大家好,我是浪漫哥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浪漫 今天呢,我跟我朋友 看到没 然后呢,去看一下我们在国内这边呢 到底是这个疫情过去 看一下我们国内这边呢 是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个当地一个公园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公园 这边人有没有多少 看一下 看到没有 很多人在说,你在什么地方呢 告诉大家 我在中国福建厦门 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了 整个福建省没有一例 那个所谓的病人出现 但是我们这边呢 还是出门必须都要戴口罩的 这个原因就是这个病菌呢 我们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一种方式嘛 现在是十点多钟 我们可以在这个周边溜达溜达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我们原来正常的生活流程 大家就必须要戴口罩 因为刚才我不戴口罩的时候有个戴红袖章的就说,哎你把口罩戴上去啊 保护别人保护自己啊 我说,哎也是啊,那就把口罩给戴上去 所以说呢,我也要戴口罩给你们大家讲 其实也没什么事 他们都是戴着口罩逛公园 看到没有,很少有人不戴口罩的 所以说戴口罩也不是说不正常的,其实很正常的 原来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戴口罩的人觉得奇怪 其实你发现没有,都戴着多了以后 你觉得那个不戴口罩的人反而是奇怪的人 哎,这个就是这个生活轨距当中的不一样的点 都是这么回事儿的,习惯成自然嘛 习惯了,自然然,就自然了 废话挺多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一个周边 它现在都是正常的形势 我现在要去到前面那个温尔玛 去看看人,公交车人嘛,还不是很多 但是已经都很正常了 我们到前面的温尔玛去一下 外卖小弟 那大家现在呢,就跟我去看一下 这个温尔玛里面人到底有多少,多不多 我们先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肯德基这边人不是很多了 在里面的话,怎么说都会戴口罩 吃东西不戴口罩,这很正常 随家吃东西,带着狗 哪个人吃东西,带着狗罩能吃东西 我服了他 像我们这边的话就要 戴口罩进去 商场以消毒入口 这边都有检测 这边都有检测 那这就是我们的商场 现在商场里面 人员,因为是在中午还没到 十点多钟吧 人不是很多 但是都已经算是正常了 我可以看一下温尔玛 我们可以看一下温尔玛下面这个超市吗 好,这是温尔玛 我们进温尔玛看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拍 大家有心理准备 不一定能拍进去 我只拍个人亲就可以了 这边要检测一下 我们那个温度 我们都是电子枪 温度枪进行检测 这衣服去肯定人手 现在商场人就这一些 中午不是晚上啊 晚上的人肯定更多了 看,我要戴口罩 戴口罩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别人的 看这个买单的人就知道了 排队的 十点多钟 大家还在上班呢 这个时候这个商场的人还是有一些的 这就是刷脸可以付款的 也就是说自助付款方式 就不需要那个什么了 就不需要去付 这个是自助收银专用通道 刷脸的 吃的东西的人永远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就干吃的吧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以前我拍的一个视频 就是物价的一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这边的物价 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慢慢的看 我们可以慢慢的看 不着急慢慢看 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东西 去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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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肉 这个是上等的五花肉啊 牛排 牛肚 欧洲后腿肉 省了一下 哎 这个才知道 五花肉29块500克 看到没有 嗯 五花肉29块500克 这就是比较现实的了 五花肉在哪里 我买个五花肉吧 嗯 哦 29块 这是上五花肉 每一肉 每一肉 每一肉的话 33块5 每肉还比较贵 看到没有 嗯 这都是肉类的价格 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其实我们还最关心的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啊 商场这边这些人嘛 我们还看一下这个菜价 整个价格 人还挺多的啊 现在目前为止 在厦门这边的人 已经恢复正常了 安全了嘛 就正常了 这边的价格 这是一盒一盒的 不算金钻的 可以看看这个 嗯 青菜 青葱 香菜 都是以人民币计下的啊 点金菜 点金菜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当地的价格 很多人可能会问 那我们的香蕉 多少 这是进口香蕉 这是进口香蕉 有了肉 那我们很关心的是鸡蛋 散装鸭蛋 7块9毛5 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 上面都有字的 嗯 这是按 13块8 看到13块8 12个 那这个是9块9 一盒吧 一盒多少 2 4 6 8 10 10个 9块9 10个 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吃的最多的还是苹果 那我们看一下苹果的价格吧 苹果很关键哦 6块9毛8 有便宜的 6块9毛8 有便宜的6块9毛8 那贵的话就这个了哈 但是还有这种的话是5块多 都是人民币啊 这个最便宜的4块9毛8 这个最便宜啊 这个苹果你看 山东 4块9毛8 啊 这个是 牛花 花牛苹果 4块4 4块9毛8 水晶6块9毛8 大家看着跟当地的跟你们自 大家看着跟当地的这些啊 水果啊 苹果啊 蔬菜啊 肉类啊 进行对比一下 那看我们这个人吧 其实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 早发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 当地的这个 海鲜产品 的价格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我给大家提一下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价格啊 三文鱼 金汤鱼 看到没有 黄花鱼 这是贝河类 这是贝河类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人在中午啊 大家就可以再吃饭了 看到没有 很多鸡 里面吃的人还挺多的 今天的视频 主要的目的是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厦门 目前为止的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把一个真实的 中国内地的 这么一个城市 其中一个城市的情况 展现给大家 让大家真真切切的 感觉到 是什么情况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转发 再见 拜拜